CINDY 師傅 CINDY 師傅 我身邊也有不少朋友 同事家人說要移民 其實在紫微斗數裡面 有沒有說命盤裡面哪一顆星 是有利移民 或者是你移民是不好的 其實紫微斗數有一個公位 叫千移公 是代表移民 移民之後 他的三方四正 也對著你的命公 事業公 夫妻公 代表移民之後的生活點 感情生活點 他出外有沒有工作 影響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要看看結立星是什麼星 首先介紹紫微星 一定要加吉星才可以 如果不加吉星 也會有問題出現 如果紫微星加吉星 移民就會加流廣闊 工作也會順利一點 去到其他地方也會有權力的情況 其實也不錯 但一定要有條件 另外一顆星就是太陽星 太陽星一定要在黃 還有要有吉星 不能太多殺星 如果出外的話 就可以有多個人幫助 因為它很適合跟外國人做事 很重要 對 尤其太陽巨滿的組合 很適合在外國的生活 這顆星所以移民也不錯 另外一顆星是貪王星 其實都是一個交際應酬的星 如果它有吉星和化陸 有陸傳的話 即是它出外可以交際應酬得彩 我問一下 其實名牌裡的三顆星 都好像很靠其他人 都是要有交際 因為你出外靠朋友 你去到一個新地方 你什麼都不懂 你都要靠人 我明白 有時候人事方面都重要 一定要加好 其實還有很多組合 都是好的星 到時要看名牌 所以最主要就是 尤其是三顆星 都是一個好的 師傅 會不會有什麼星 其實是很差的 可能你移民移民 移民後會嚇死而香 或者有些不好的事發生 有的 因為紫微斗數裡面 有一顆叫蓮精星 蓮精星是關於一個血的星 尤其它和蓮精七殺的組合 那時候 要蓮精化氣和很多殺星 因為要死也有條件 不是這個組合就會死 會加很多殺星 它會容易在這個格局 叫做路上埋絲格局 聽過名字都覺得很恐怖 路上埋絲 所以這些 如果你流年 或者大活潭到醫生 就要小心一點 去旅行 另一個組合 就是蓮精破均 這個組合就是 覆車受受傷 你開車容易出事 或者有時候你去動物園 會有些野獸 會走出來 就會受傷 這三個是比較危險的格局 當然 它們一定要化妓 和多很多殺星才是 要不然就不會嚇七人 另外還有一組 就是捕曲星 捕曲星 就是說 如果捕曲化妓 和多殺星的話 它容易 去到外國 會是因為錢財而入的麻煩 有時候可能會無理移民會做生意 對 如果你生意有糾紛 或者加上地空地劫 或者拖床 或者被騙錢 那些情況 沒有覆化妓 跟錢銀有關 所以這也是重要的 對 因為移民也是 有可能發展新的事業 師傅很好人 幫我開了我的名牌來看 師傅 我看到剛才你說遷移星 有貪狼 是不是真的不錯 對 可以交際得財 但因為貪狼化妓 貪狼星是載了酒色財氣的膠製 唯一貪狼星就不是太怕化妓 可以將一些不好的酒色財氣減低 變成一個正的膠製應酬星 亦是吉星在 所以你本命的千兒宮都不是太差 即是移民都不會太差 都是有這個機會 對 另外 說回 你現在這個大運 移民是OK的 原來我現在走大運 不是大運 不是大運 十年代表一個大運 是嗎 十年代表一個大運 這十年內 你移民是可以的 因為你貪狼 有粒磁磚星 還有沒有桃花星 說不定你出外都有桃花 嘩 可能我有二個評語 不奇怪 你都說有機會有 可能我差勢這麼久 就是為了去移民那一刻 所以這個運可以移民 聽Cindy師傅說了這麼久 是不是都很想看看自己有沒有移民運呢 其實坊間都有一些apps和網站 可以查到名牌 只要輸入自己出生時間 就看到了 非常簡單 當然啦 準確度就沒有師傅人手開盤那麼高 而我們今集都只是介紹 最基本入門的紫微豆素知識 所以如果真是很有興趣的話 不妨向師傅指教吧